我这不是工作忙吗 忙 就你忙啊 我问你 到底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蓝牛怎么办 她就一直这么没妈妈吗 你不是跟我说过 不管我个人生活的事情吗 我别挂了 好 妈呀 妈 你从小就教育我 说话要算数 您这现在 那是哄小孩的 你还是小孩啊 早知道这样 我也不长大了 少跟我平嘴啊 我问你 你什么时候 给蓝牛找个妈妈 我现在就真顾不上了 顾不上 顾不上 我知道 你是部队的人 知我懂 这跟跟蓝牛找妈妈 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我 我不照样支持你 爸爸支持你吗 就算你是部队的人 可蓝牛他不是啊 蓝牛还需要妈妈的照顾呢 我告诉你啊 儿子 蓝牛马上就要到了 你不好照顾的年龄了 再说你也没时间照顾他呀 是吧 他呀 是需要妈妈的 你为蓝牛的长远 你还考虑了没一会儿啊 孩子 儿子 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这些事你该考虑了啊 我问你 夏叔有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妈 年轻人的事您为什么老要干涉呢 我喜欢谁不喜欢谁 那是我自己的事 你 你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 你少跟我来这套啊 你妈现在退休了 我不再是那个 音乐学院的教授了 我和其他的老太太 没啥两样啊 我就是爱操心爱啰嗦 我不是支持女性啊 我是家庭妇女 你得适应我 我是看出来了 我们 早晚会变成 让自己讨厌的人 你少来这套 妈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 您知道我这个儿子 枪林淡雨都不怕 就怕您不高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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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高兴 那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给蓝牛 找个妈妈吗 妈 我跟你说实话 我喜欢邓子墨 你 我还没有时间跟她说 我心中念念不忘 你应该理解我 儿子 你考虑过现实问题没有 什么现实问题啊 我现在 没心思管理那些爱呀恨呢 我只关心我的孙女 我是关心她 能不能健康地长大 儿子 我生了你 我知道你的脾气 你很聚 很不听话 但你是个聪明人啊 你应该知道 谁更能照顾蓝牛 你和你的老婆 都在部队上 那谁在照顾这个家呀 是你离开那个霹雳火妒忌队 还是她离开呀 你得考虑最现实的问题 我可不是干涉你的婚姻自由 恋爱自由啊 我只是希望 在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到孩子的问题 明白吗 爸爸同志 好 我都明白了啊 好 做饭吧 肯定就饿坏了 快点啊 这钱怕劳后怕虎子干吗 坐 这合适吗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你爱她她也爱你 就差一层窗户纸了 正好今天他们家人都在 快去 你单刀附会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走 这又不是打架了 什么片甲不留啊 这你就不懂了 在战略上 这叫齐夕珍珠港 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她家人肯定没想到 你会出现吧 你一出现 在战略上 就形成了齐夕 在战术上 这一招叫黑虎透心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管她三七二十一 进门就是女主人 高盛涵不会拦着你吧 我打赌她肯定不会 她还巴不得你就是她 冷汗宫的女主人呢 可是 可是还有蓝妞 蓝妞她不喜欢我 蓝妞是小孩 这小孩啊 就跟犬差不多 你都没给过人家好处 人家凭什么喜欢你啊 你看我去黑龙 我都是拿火嘴肠当幼儿的 没有小恩小慧啊 小孩才不理你呢 你看 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这 你是都什么时候准备的 关键时候 还是姐妹靠谱吧 我这可是精心选购啊 赶紧送去 可是还有她妈妈 我没见她妈妈 看我那眼神 姐姐啊 你怎么比我还幼稚啊 这高盛寒主意多正啊 她拿定主意的事 她爸爸肯定没招 而且 你又不是嫁她爸妈 你是嫁她 只要她爱你 你还怕什么呀 走 怎么这么去说 一套一套的 你说哪儿学的呀 弄得比我还像个教导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这些道理啊 你也不是不懂 只是因为自己身在局内 所以只能旁观者清了 加油 走 加油 走 加油 曾教导人 这感谢啊 很少见你过来呀 我们 散步 来散步的 散步啊 好 散步散步 散步 哎哟 你还脸红啊 又不是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你走了 我都侦查好了 他们家住二代云二楼 快去吧 加油 加油 小妞儿 饿坏了吧 爸 来 开饭了 嗯 高总工 快来吃饭了 来了 来了 来 吃饭了 今天先去洗手 洗手 洗手 来 谁敲门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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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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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妞 夏老师来了 来了 来 请进 请进 来 夏老师 高总工好 来来来 坐坐 你来干什么 你 我来看你的爷爷奶奶呀 我的爷爷奶奶 你为什么要看她吗 这孩子 安妞儿 怎么了 安妞儿 你不敢